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加州一名热爱生鱼片的男子几乎天天吃鲑鱼,某日如厕时发现肛门有东西正在看头,结果就医后发现竟然是一条长衣。 6公尺的韬虫主治医师巴恩·D.R. 看内本说,不排除是因为生吃鲑鱼而感染剂生虫。 综合外媒报道,加州佛雷斯诺·弗拉斯诺一名男子日前到急诊室就医表示自己腹泻且出血,并拿着一袋装有卷筒卫生纸的塑胶袋。 巴恩查验之后,骇然发现卷筒卫生纸中竟是一条长衣。 6公尺的韬虫该名病患表示,当时排便时以为把内脏都拉出来了,好险只是一条虫。 同时发誓并未到过任何足以感染死种寄生虫的场合,但坎言自己几乎天天是鲑鱼生鱼片。 医生最后坎药协助病患排除人残于在体内的掏虫。 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警告,在太平洋的野生鲑鱼爆发日本掏虫危机。 病患得之后表示,再也不吃鲑鱼了。 病患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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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患者